2017年,豫章书院在志愿者的曝光下关门了 但是,两年多来,从豫章书院出来的学生没有受到任何赔偿 志愿者一直活在威胁的恐惧中 而我们今天仍旧选择曝光豫章书院 是因为豫章书院的校方不仅没有收敛 还利用豫章书院的营业执照 继续开办了多家教育机构 性质都和豫章书院一样 所以,他们害怕事件持续发酵 我们也不清楚还有多少学生就读于这些机构 所以,作为一个B站UP主 我们必须声援温柔小哥哥 但是我们想到豫章书院现在仍旧很嚣张 当我看私信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威胁私信 警告我不要多管闲事 我深知网络的可怕 一旦个人信息泄露,将面临无休止的骚扰 而且很难去维权 确实,我惹不起豫章书院 但是,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 我看到很多B站UP主都站了出来 我相信,只要我们人够多 豫章书院就算想报复,也报复不过来 我希望大家一起抵制豫章书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你们的支持和参与 就是对我们所有反对豫章书院的UP主的保护 我研究了这个威胁账号 虽然是五级账号 但是没有任何信息 很明显,这个账号并不简单 我也希望所有被威胁的UP主们都不要害怕